Biannual Report 2020-2021报告 全球2020年癌症新发病例约1929万 死亡约996万 其中我国新发癌症人数占全球新发癌症总人数23.7% 癌症死亡人数占癌症死亡总人数30.2% 位居全球第一 传统的恶性肿瘤治疗手段 临床上使用的化疗药物 亦产生严重毒副作用 在杀死肿瘤细胞时 也会损害人体正常细胞和组织功能 导致人体免疫力显著下降 此外还存在靶相性差 代谢时间短和易产生耐药性等问题 同时限制对正常细胞的损害 这里有两种靶相治疗 一种是在你的癌细胞内 起作用的小分子药物 另一种类型包括称为单克隆抗体的药物 它作用于癌细胞外部 这些疗法的作用方式有四种 有些阻断了癌细胞 用来制造新的癌细胞信号 另一些则释放出杀死或破坏癌细胞的有毒物质 有些疗法会刺激免疫系统中的细胞 来摧毁癌细胞 另一些则阻断癌细胞周围心血管的生长 从而使细胞缺乏生长所需的营养 长期缓慢释放 提高药物浓度 降低药物毒副作用和耐药性 同时发展靶下药物传输在体 使药物集中作用于肿瘤细胞 提高药物在肿瘤处的分布